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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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路真的太远了呀 你让我去的话你看 现在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骑电动车 这还在十几分钟呢 这再回来啊 也需要二十多分钟呢 你看既然你都饿了 我现在给你做那多好啊 一会儿如果买回材料 这都有二十多分钟了 你那样不还是饿得慌吗 龙龙 你自己也说了你是倒叉门 这里是我家 什么都在听我的 我就吃那个 我不管多长时间 你必须去买 行行 我去给你做 我去买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赶紧去 知道了 你说说这个龙龙 叫他买个东西都不愿意 这里是我家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干什么呢 哭着我啦 媳妇 刚刚 刚刚不小心 不小心啊 问我脚上说 你没长眼啊 媳妇 那我不是故意的呀 我如果是有意的 我早就跑了 行了 告诉你啊 你以后啊 扫地的时候 你不会提醒我一下 让我踩踩脚呀 行了行了别扫了 知道了 扫的地都扫不好 要有什么用 真是的 越来越烦了 你怎么坐到这儿了 我让你干的活都干完了 干完了呀 对了 我前两天换的衣服 你给我洗了吗 那衣服啊 我洗了啊 你怎么洗的 用洗衣机啊 谁让你用洗衣机的 你不知道我那衣服多贵啊 手洗 知道没 这老婆 这不是上次衣服都嘛 我直接料金洗衣机了 想着能洗快一点 既然你说了 那下次我手洗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啊 等会儿啊 看看那衣服洗的怎么样了 看坏了没有 要是坏了啊 你就等着我收拾你吧 行 我知道了 赶紧去看一下你 你说说一个大男人 成年就热在家 不是洗衣服就是做饭 钱也不会挣 一点本事都没有 我看一会儿有什么出息 这我妈怎么给我打电话 喂 妈 喂儿子 你睡了吗 嗯 没呢 那个妈 你有什么事啊 怎么这个时候 给我想起来打电话了 妈呀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们了 想你们了 妈想去你们那住两天 哦 想来我们这住两天 行 那妈 你过来啊 过来我啊 跟萌萌说一声 那行儿子 那行妈 那个 你到那个火车站 快下站的时候啊 你啊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我去接你啊 知道了儿子 妈就是想你们 行妈 你来的时候啊 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你 知道了没 知道了儿子 那行妈 那就先这样说吧 行儿子 那你忙吗 妈挂了 好 对了 妈 你这次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 想对我说啊 否则 你不应该 平白无辜的给我打电话呀 哎 儿子 家里没什么事 妈就是想你们了 妈 不可能 以你的性子呀 你肯定是遇到事情了 才会给儿子打电话的 哎 儿子 你想多了 妈真的没事 就是想去看看你们 哎 妈 你啊 还是嘴硬 赶紧实说吧 快 儿子 妈 不想跟你们说 妈是 有点 身体不舒服 想去你那住两天 让你带妈去看看病 妈 你这得病了应该对儿子说 行 妈 你就过来吧 你过来啊 儿子 带你去看病 那行儿子 我到地方给你打电话 那行妈 那就这样吧 行 那过来吧儿子 行 我妈这得病了 这次来啊 哎 一会儿 萌萌回来了 我要 给萌萌商量一下 萌萌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萌萌 萌萌 今天我有一件事 想要对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你说啊 就是啊 我妈她想来我们这住两天 她呀 现在应该马上就要到火车站了 一会儿啊 我啊 还要去接她 什么 你妈要来 她为啥要来啊 她在家住的 不好好的 来在家干啥 萌萌 我妈这次来啊 她身体不舒服 想让我带她去看看病 那她身体不舒服 她自己不会去 她非要你带她去 你也知道 那县里的 那医疗条件太差了 所以就来这边 好好地检查检查 看看病 你说你妈她得病 她自己也可以去大医院看 还非要你带她去 和她有啥关系 萌萌 怎么不关我们的事 那是我妈呀 我妈她来 我就应该给她看病啊 龙龙 你也说那是你妈 又不是我妈 再说 你现在住的也是我的房子 知道吗 你妈就是不能来 萌萌 你爸得病的时候 我伺候你爸 伺候成什么样 还有 我虽然是到她们 到你们家 我 整天伺候你 伺候你的家人 我呀 天天的不辞辛苦 我为的是什么呀 萌萌 今天我妈来 我必须接我妈 你呀 要是不让我去接我妈 咱们俩 这也别过了 离婚 我伺候你们 我也做够了 我告诉你 你妈就是你妈 怎么能和我爸比 就是不能来 朋友啊 你少拿离婚 到街口 我不吃这一套 你 萌萌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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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既然你不吃这一套 那 如果你不让我接我妈过来 展婚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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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追走了 真是气死我 你说 我不就是 不让她妈来吗 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吗 大不了 我让她妈来吗 真是的 她 她这一走 我怎么办呀 我这 平常在家 也不洗衣服 也不做饭的 她这一走 谁来伺候我呀 怎么办呀 不行 我得去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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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去追她